孙杨被正式除名,他获得的奖项也被正式取消 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将与他彻底无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近期,孙杨出席了一场时尚活动 这是他被竞赛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他还获得了年度最受期待体育人奖 而且他在上台领奖的时候 还发表了获奖感言 而颁奖结束后 孙杨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 感谢了官方和所有支持他的人 众所周知 在2018年9月4日晚 国际兴奋剂检查组的检察员 对孙杨的赛外兴奋剂检查的时候 由于孙杨对检察员出示的资格证书有所怀疑 在此期间检察员未能完成检查 孙杨也将装有血氧瓶的安全箱打破了 从而被指暴力抗拒 这使得孙杨因为此事被国际永连禁赛了 甚至无缘东京奥运会 孙杨的团队也想尽了一切办法 他的母亲甚至在公堂上咆哮 但仍没将8年的竞赛期归0 只是变成了4年3个月 不过这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但这也意味着 孙杨将有51个月不能参加比赛 这对于每位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而且孙杨也是非常想回到赛场 此前 孙杨在他30岁生日直播的时候 向自己的粉丝以及体育迷做出了承诺 表示自己会继续坚持 争取参加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希望大家一定要等他支持他 不过按照孙杨的竞赛时间来看 2024年5月 他应该可以重返赛场 那么他就可以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然而 因为孙杨在训练场拍了一张照片 并传到了网上 这也使得他被人举报 再次被调查 而且据爆料 这个举报人竟还是自己人中国人 而他举报孙杨的原因是 孙杨在竞赛期违规使用了训练馆 并将配合国际永联一起进行调查 然后 就因为这个事件 孙杨在获奖后没几天情况就发生变化 此次颁奖的凤凰网 从官方网站上抹去了 年度最受期待的运动员奖和孙杨的名字 众所周知 在颁奖典礼当晚 孙杨走了红毯 摆了拍照姿势 还发表了获奖感言 不过这些照片以及视频都被抹掉了 仿佛孙杨从未出现过 而值得一提的是 张继科也和孙杨同时参加了这个活动 但他的名字还在获奖者的名单上 由此可见 孙杨的付出将变得遥遥无期 他想在参加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应该是不可能了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孙杨确实是中国游泳史 乃至亚洲游泳史上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之一 不过遗憾的是 仅仅因为这件事情 就影响到了孙杨未来的发展和前途 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 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按照目前的情况 孙杨除了不能参加比赛之外 可能还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这一次他被凤凰网彻底除名 估计他的职业运动员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